哎呦 吓死人了这个猴 在哪里的哦 大家好 今天SY带你看房 看什么房 Damasara退休房 Damasara是一个很多人上下板的地方 因为这边corporate office store 从1992年开始 这里从一个原住民居多 还有保育森林的地方 被开发成现在所谓的corporate township 所以在这里呢 你会看到车也会比较多 比较缓 然后住这里的人呢 通常都是去附近上班 所以呢 变成了他们都是开车上班 够中够点开车下班 回家这样子 所以呢 这边你会看到中围都是商业大楼居多 office power 甚至是high rise 对 真的没有我这里没有看到的 你讲的 因为今天介绍的这个地方 是另外一个背靠着Damasara Pukit Lanjang山 后面还有瀑布看到吗 就去后面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湖再看回来 等一下我找一下那个瀑布 哦 找到了 对 对 所以要做一个 work in life balance的Damasara人 除了在一个很防囊的都是里面上班 回到家 要有这样子的条件 很努力和 calm的条件 所以今天看的就是这个房了 面向这个湖 好 这里就是那个Damasara Forest Hill的Gallery 然后我回到你看看这里的四万团位先 看到这个Skill Model 这个Skill Model 是一个7.25 acres大的一个天然的湖泊 然后我们Development是这一个 所以现在开卖是294件 所以这边呢 是一个占地4.39 acres的一个Development 我讲这Forsal的Unit 记住如果要美的单位的话 你记住一个号码吧 单号13579 只要像这13579的Unit Number的话 就看着这个Natural的这个Link 这样如果是各式六八十双树的话 你看着的是另外一个富人区 Damasara High Hill View 跟你们讲它的地点其实是在哪里 如果Damasara那么大不清楚在哪里的话 LDP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这个LDP这边呢 往那个方向去 就是去Development Siri Damasara Tesa Park City 全部的这个方向 这样往回头走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方向了 我们在LDP Highway旁边 有个叫做PJU Exhibit的一个地方 我们从这里进来的话 有一个Proper的风点 但他没有跟你讲到哦 这里是Fully Residential Title的 Bestintention Title 就是我们排水避碎 电飞水水也比较便宜的 一个Title来的 然后进到去没有任何一个部队 它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完整肚子饿 要开着熟悉的 就是这个这样的Best 所以有一个Proper的Gunthouse Fully Security 进到来分成两个Title 所以这边哦 附近的会充满Landscape 充满树的情况下 也发现到它连那个Cata 都不会做到很厚厚厚 因为它们low density 总共是Round Floor 与Level 4 这样Level 5开始 就已经是Fully Cities 这里Fully Cities 强调的是Landscape Witting Winds 所以它连那个 我们的那个Full Size的Basketball 和Full Soccer 都是有花花草草骨的 而且这个是Full Size 非常的含有 所以来到看这边呢 除了很多的Landscape Witting之外呢 前面全部是Water Picture 所以我带你看看 那个Water Picture 刚刚提到新湖景的那个单位呢 可以看到湖之外 当你往下看 全能标准你往下看 看到的是一个Full Size的游泳池 可以有一个游泳池 At the same time 还可以看到这些怪婆的香气 从上面看起来非常多 又看山 又看湖 又有游泳池 很香的那样 这是很像退休的感觉 一到晚上在这边 很长时间 一早上起来的时候 这边很亮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游泳 这样的Blake View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以后的游泳是 Garanty Rock View 所以这边总共是有四个户型 我会带你们看一下 这里的示范单位先 如果大家想找一个 三房两侧的Under Wobba 了 你可以考虑我们这个 953三房两侧的单位 所以你看这个Layout 是蛮常见的 but it's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示范单位先 这边一定会有一个位置做Shoe Cabinet As usual你看到这个样子 所以厨房是我眼前一辆的一个部分 不是这里啦 这里蛮standard的 让我眼前一辆的 其实是这一个Yard打造的Wed Kitchen 我看过来啊 这里最少有八层的宽度 所以我觉得是房子相当的Core一下 ok吗这边 but at the same time 如果你在这边煮饭的话 我在这个房间 我其实是看到你煮好饭了没有 最大的亮点一定是露台 还有房间看出去的房间 这样你选的楼层跟View 就非常重要啦 so这个真的让我 Wow了一声 先看一下这个Belcony 它是一个4层 神 然后这边有整12层宽 的一个大阳台 看出去是这个View 如果你给我 这样多顾客想选高楼的Condor 这个可能我会选低楼 因为只有低楼可以看到很美的山和水 三个房间就堆在一起咯 好就好在有个落地的床 采光快算不错 而且看这湖就是非常Best 这个房放得下一个Single Size的床 应该是一个房型的 冷静房 主人房 那边的景观就非常的酷 放得到一个Queen Size床 King Size床 OK的嘛 主要是那个落地床很加分 因为有落地床才可以有降好的Daylight 好 现在我来跟你介绍这个我最有兴趣的楼 这是1527Sqft 所以我会比较兴奋一点 这里有一个五十只宽的客厅和广庭 同时也有一个大阳台 然后呢 这个屋子是可以有Rental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啦 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Dual Key 所以Dual Key的话 你可以自己租一边 三个房间另外这个单位都租出去 来看一下示范单位 来来来来 Tru Cabinet 我相信这个放鞋柜的这个地方 是给自己家的 这一边的话 就可以另外的把鞋柜放在里面 这个是Dual Key 分析出去的单位 所以一进到来 它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Kitchen的地方 一个U-shapedKitchen 如果随时住着这一个Studio的话 我相信它是非常近的 这个厨房啊 还大过平时的三行两层的厨房 你觉得是不是 看一下 at the same time 你们看到外面这幅画 它意思是什么啊 意思是跟你讲 如果你买的是这个酷型 刚好像这Lake的话 一看出去 就是一个采广很好 同时今天看到Forest的一个Studio 不ok啊 来看一下主人房 先经过厕所先嘛 这厕所我觉得Standard 在这里冲完里啊 我要看门都不用管 都不用管 就进出组都可以 这里就可以上厕所咯 一目了然就是一个四方型的厕所 主人房就在这里了 也是一个四方型的房间咯 所以我觉得这个房间呢 它分的蛮均匀的 这个房间好像跟Kitchen一样大咧 我觉得 如果想要这个房间 再大一点 一层小一点的人啊 这个就 完全不同的概念了 它是分的很平均 然后我会带你们看 另外的那三个房间 跟最重要的那个大客厅 来那边 好 来到我们的Main Entrance 进到来 20尺 刚刚我讲的20尺客厅 就是这里啦 就是这里 所以我今天想坐在这里吃饭 你看看这电视机啊 也是很OK的 同时间看出去 哇 很美的湖顶 看电视 看湖顶 看电视 看湖顶 要下雨了 收衣服啊 那边 那边就是我们的Belcony了 来 这Belcony的尺寸啊 跟刚刚那个三方两侧啊 是一样的 哇 我真的很想住在这一楼啊 就这一楼 我不要再上了 就这一楼就好 介绍那个厨房 这个厨房 好像比刚才那个出租的 还要小哦 比那边的studio 看起来小 是那边是大U shape 这边是L shape 但是是OK的 因为哦 这里的后面那个Yard 可以extend到的是一个大L 这边的空间 绝对可以例补到 那边的那个空间 这边会更加的大 然后我们这边selected unit 特定的单位啊 这里还可以向着外面的风景 所以是非常的光亮的 在这里煮饭 孩子可以看到我 在这里煮饭 孩子看我 这样子 这样子 可以看到谁叫你 这样子 和你们介绍这里的房间先 首先 看到的一定是小房先啦 这样这个房呢 是真的是小房来的 七岁之前的 我或许会很喜欢这个房啦 现在的我 我或许当作一个中房 钢琴什么的 这样子啦 就是一个这样的空间 来 带你们介绍 第二个房 叫做第二个房叻 四四方方 我觉得是just nice 刚刚好够用 放一个床 Wardrobe 是相当OK的 最重要是什么啊 它一定要有一个落地的床 要靠很边 落地还没有关系啊 靠到很边 所以采光很好 下面开不到 到上面可以啊 我看出去漂亮的房间 再做一个漂亮 Double layer curtain 就很OK了啦 哇 还听到一点点鸟叫声 听到吗 没有的话帮我ad it下去 像主人帮这边呢 哇 木地板就是美啊 啊 可以提的是 这里有一个 walk-in wardrobe area 所以这个walk-in wardrobe area 就不用把你的衣橱 放在床的旁边了 在这里选衣服 很好的采光晒进来 让你看清楚 到底要穿什么衣服出门 然后 这边就有一个床 床这边 可以放一个dressing table 在旁边 at the same time 在那边剪脚架 坐着看外面的风景 甚至是 坐在这边发呆 也是很OK的哦 就这样子啦 然后你什么 这边装一个电视机的话呢 啊 人生赢家 啊 从这里开起 就是这样 看了这个condor 你觉得有什么 可以跟观众分享的 啊 我要买三只 哈哈哈哈 哈哈 所以我总结一下 刚刚看过了的整个 配套跟大环境呢 我是认为 如果长期待在一个很 轻易的情况下 我回到家 我希望是一个很酷 很peace的一个环境 这样子的话 这里或许是 你可以选择的 其中一个 新项目了 这样这里的 通常都是三方两侧啊 四方两侧 四方三侧 举落 所以咧 如果你们是想要小小的 热窝的话 你们只需要 M三方两侧 就可以了 这样如果是讲 这四方三侧的话呢 因为2K的关系 我觉得这种物质 在达马车拉 也是比较有 比较有 有优势 三个房子 只用另外一个房子 你可以先 走出去咯 所以 这里 是Fully Residential Title 所以Fully Residential Title 的话 你的那个 楼下就不会那么的嘈杂咯 当然的 如果是要方便性的话 还是建议你 选为一些 Mix Development 楼下有些 Bear restaurant的那些 会比较好 所以今天的段时间 大概就到这里为止 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上面的整个 contact number 来联系我们 拿到更多的因果 然后我们就下一期见 我是SY 下一期带你看吧 别石头 是 你好 你 是 这一个